這個時候呢 換上了李政昌來上場接替頭九 大師兄林志勝的一個打擊器 呂彥卿在近期的幾場比賽確實就有機可循 嗯 只不過是危機沒有爆出來 是 沒有爆發而已 接球擠出去打得比較高一些 在右半邊方向的一個飛球 這個球接到之後回船 一個彈跳來不及了 飛球龍隊靠著林志勝的高飛犧牲打 幫助劉基鴻回來得分 能夠形成高飛犧牲打是沒有問題的 這球打在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 中外野手必須要再往後退到的警戒區前 最後宋承睿把這個飛球給接近手套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ggy 不想要錯過精彩賽事 請鎖定中信兄弟 官方YouTube頻道還有Twitch喔 再見囉 再見囉 谢谢观看